早上起来,老公带着我去中国国际旅行社 我们要咨询去办理日本签证的事情 想去日本玩一圈 人生短暂嘛 就应该趁着现在 腿脚还灵活,大脑还灵活 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 看看自己多么无知,多么渺小 去看看这个世界多么美丽,多么精彩 去经历一下,也不往来这一生啊 除了努力工作以外 就是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的 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玩去 对吧老公 Yes 您是车 60年代,50年代的房子 这个 就应该在这儿,门牌掉了 403 刚刚还是大雨磅礴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晴空万里 对,当你走过了大雨磅礴的时候 就是晴空万里 有的小朋友问,一个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有什么体验呀 我其实就是北方人 先生也是北方人 我们都是北方这个一线大城市里生活的 然后来到这个南方呢 不同的地方就是竞争没有那么大的 因为这是个县城嘛 竞争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激烈 非常的悠闲 适合于我们这个年龄 但是我感觉年轻人还是应该到大城市里去闯 像我们这个年龄来讲了 在这个地方生活还是非常舒服 物价呢也相对呢 比这个一线城市要便宜 而且气候特别好 冬暖夏凉的 因为昆明嘛 是春城 我又挺喜欢这 而且瓜果蔬菜特别多 昆明这个气候啊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夏天 当全国各地都是酷暑奶奶的时候 哎,你七月份 一到这个长水鸡城 哇,这个下着小雨儿 然后那个吹着小凉风 可舒服了 盛夏严严的时候来这个昆明来过 是非常好的 牛总来过一次是 它是感受到了很好 然后冬天呢也不错 冬天呢也不是寒冷的 基本上不会低于零度了 你不会穿那么多 然后气候呢就是经常是大太阳 然后一会儿太阳一热了 哎,下点小雨儿 但是呢一会儿呢下完雨阴天 然后它又是大太阳 它不会像无锡那种美雨季节似的 我挺喜欢这个气候的 很多人他们都觉得故土难离 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有家 16年过来的 这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环境 也觉得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离开了酷暑 离开了严冬的环境 来到了一个四季如春的环境里 哇哇哇哇 我老公铺了个野餐垫 你在这儿午睡呀 你好惬意呀 凉不凉下面 我有垫 你看 嗯,对 不错 昆明的天空 总是这么蓝天白云的 特别让北方人羡慕耶 这是小区的草皮 你看看这小草修得多么整洁呀 我觉得都快赶上钓鱼台国宾馆里边 那草皮修剪的水平了 因为它气候比较好 别的地方都是寒冬积雪的时候 然后这里却绿草阴阴的 真像人间的天堂 真像一个伊甸园 来来来 这是什么品种啊 哦 你好 哦 那个是博美 你好 这阴天阴了一个礼拜了 好不容易 刚那个晴天 在县城里呢 都是这样的菜市场 因为它没有那种特别大的超市 这个是和城市部里一样的地方 男孩女孩啊 女孩 女孩 看妈妈多不容易抱着你 别哭了 这不是在屋地吃呢 买了几个玉米 本地的特色呀 野生菌呀 这是 云南 特产 野生菌 相当贵 我不敢吃啊 老公在这等着我呢 买了一车的菜 今天早上啊 说到一条视频 说 视频说呀 有了疾病 既不要去医院 也不要吃药 你说这是不是混蛋啊 对吧 但是他后边有一句话 他说 93%的疾病 是跟心情有关的 哦 哎 一个好的心情 一个 呃 activity 一个 happiness 的一个 这个style 是少生病 不生病的 最重要的原因 哦 好 学习了 谢谢 看 先把意大利面 放到水里多煮一会儿 然后我们开始炒制番茄汁 开火 加油 把番茄倒进去 开始熬制 放一点生抽进去 还有黑胡椒粉 加适量的盐调味儿 好 就开始熬这个番茄汁 多熬一会儿 把三文鱼从冰箱里拿出来 今天准备烤三文鱼吃 哎呀 这块鱼真大呀 嗯 切一半就行了 我们吃一半 把切好的三文鱼呢 放到这个锡纸上 放锡纸上腌一下 放点盐 然后 酱油和黑胡椒 腌制一会儿 把腌制好的鲑鱼 放进烤箱中 烤箱里有一打 好 烤17分钟 把煮好的面条放到 饭盒里 这是我家准备的保温饭盒 然后嘛 这个 西红柿汁已经做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饭盒里 这样的话中午吃就不会 好烫 哇好烫 哇塞 看看这颜色 哇塞 这简直是太棒了吧 给它放到中午带的饭 保温呢 这样中午吃的时候就 非常的哇塞 哇 相当perfect 这还有一点 相当好的油脂 给它倒进来 嗯 盖盖 好 好 还有两个酱 好 还有两个酱 好了 中午的饭 饭在家里吃 把这个倒进去 哇还热乎着呢 因为我们办事办得很快 所以呢就在家里吃午饭 我就开车回家了 看这两块鲑鱼 还热乎着呢 这个大块的给我老公 我吃这个小块的 中午的便当 蛮不错的呢 这是我的便当 我也是很饿了 吃 吃一口吧 辛苦一上午了 还吃块鱼 美味 好吃 你尝一块的鲑鱼 好吃吗 好吃啊 好吃啊 derecho 谢谢大家